梅雨季節到來 花蓮地區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 在副里鄉有農民發現說 在他的田裡頭 居然冒出好幾朵白色巨型蘑菇 拔起來秤重 最大一朵更是重達1.5公斤 上網一查才知道 這一些都是可以食用的金服菇 哇 很粗喔 自家田地裡突然長出大蘑菇 讓農民一頭霧水 哇 兩個三個手長了 田裡到處長蘑菇 梅雨時節花蓮地區連續下了 一個禮拜的雨 副里鄉農民趁著雨勢稍緩 跑到自家田地巡視一番 不料卻發現田裡長出 兩斤半的巨大口蘑菇 這是金服菇 金服菇 金色的金 福氣的福 那可以吃嗎 我去問人是說可以吃啦 一般是說野生的也不要亂吃 以前看的都姊妹菇 姊妹菇沒有那麼大 第一次看的那麼大 原來這種巨大的口蘑菇 叫做金服菇 雖然無毒可以吃 但菇餅粗大口感不太好 加上在野外容易滋生細菌 田裡長出大蘑菇 農民除了感到很意外 不過仔細想想可能之前 田裡埋了一些腐爛的木頭 草地上這些菌類 大概是從裡面長出來的 之前有沒有拿來煮過 沒有我朋友同事 他們知道 他拿回去吃 他們說很好吃 很好吃 他們分成有三杯 然後又煮湯 然後又用氣炸鍋去烤 他們說好吃 好吃 這種金服菇在人工培育下 是一種珍貴稀少的食用菌類 口感獨特 營養豐富 不過田間野外自然生長的菇類 大多都含有毒素 專家建議千萬不要隨便吃下肚 以免滿足了口腹之欲 最後卻傷了身體 記者 中華報導